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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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了 這一節我們談談最新的 蘋果的WBC大會 開發者大會 結果都萬眾期待 你什麼時候有的AI 原來一如預期 不是他研發 是他聯合一些很厲害的AI Open AI 就出新東西了 終於你的iPhone 將會有AI 還可以先用 Check GPT 4.0 你看到 APL 是堆的 堆成2% 不是自己的 不是自己是很正常的 有什麼衣動 他是拔走 現在他自己是拔不走 即是AI 原來有些新的 或者是 不太行的 因為AI還剛剛 講很久 剛剛開始 他是拔走 他是對的 用別人那個 最大問題 他都講得明白 你中國的市場 真的要犧牲 沒辦法的 是啊 他有機會就是 用紋身一言 所以他不是要兩部iPhone 分開 一個是紋身一言 一個是Check GPT 這樣我用什麼 我當然用紋身一言 神經病 用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紋身Check都不行 如果你有中國版的iPhone 和外國版iPhone 不知道兩部機 可不可以互通 就是你拿著美國買的iPhone 去Check GPT 可不可以大陸用那個AI 我想他會Block的 我想Block的 Block的 即是大陸買那個 又可不可以到美國那裏 我想都是Block的 即是兩邊iPhone 我國人 首先有OpenAI 有Check GPT 就不會用紋身一言 所以Block的 在大陸的美籍華人 我買了一部大陸的iPhone 去美國那裏 例如我是一個美國人 拿著一個電話 我去旅行的 回到內地用不可以用 是的 這個就不可以了 所以他的iPhone 其實都尷尬 他都說的 沒辦法了 即是除非你說紋身一言 他只是用紋身一言 不過拿在歐洲 美國也是用紋身一言 又被人罵 又不行 我們習慣的 正如我們回大陸 都用不了Facebook 和用不了Whatsapp 是 你美國人拿著美國電話 都用不了Twitter 看不到YouTube 那就用少些AI 習慣了 不需要 Who cares VPN 是 或者我跟過地區 我們現在香港的卡 你回內地做 即是漫遊 我都能上到的 是 Whatsapp 都能做到的 所以到其次問題 可能現在好像有一個價格 才反映了 即是好像看到你 你行AI 但是好像 那樣的AI 即是 其實你說 是不是真的完全犧牲了 中國的市場呢 因為蘋果 Tim Cook 之前 回到大陸 都已經是有這個想法 他文心一言 大陸就是 對啦 就會馬上文心一言 照計 他都跟白道那邊 都已經是談好了 問題就是 即是 不緊要的 應該是怎樣走的問題 但是你知不知道 Eomars最新 一一聽到 就說 他馬上 OpenAI 就說 禁止他其他所有的員工 用蘋果產版 說 安全隱患 絕對是需要正視的 那樣 那又是蘋果 剛才說多了 他是那個AI 即是問他 為何那麼久沒有AI 那是個私隱的問題 對 對 那他招了這個私隱 AI的私隱 和演算的問題的話 那你就知道 Elon Musk 真是 哪個工廁都跟他有關的 哎呀 他就說 有私隱問題 我的員工全部不用 哎呀 Elon Musk 有關他鬼事嗎 那 就算吧 他一向都在AI那裏很多說話的 是呀 又說道德問題 又這個Cyber Security 有問題 那又說真的 又說真的 你馬上 就是OpenAI 做ChatGPT 日後ChatGPT 拿的data 又真的 是不是拿到 蘋果用戶的所有data 而越做越厲害呢 這個是沒有人知道 這個是可能最大大家的隱憂 是啊 Elon Musk 怕就怕在這裏 你開得AI 你就預算 電腦比人老快 他拿得最多 可能很多人 你譬如我是在SpaceX 做的 Tesla 那我可能很多機密 那些東西 沒辦法的 那你又用到OpenAI OpenAI 就知道我 你們在搞什麼 商業機密 這個問題你是要方便了 但是你可能拿到我 很珍貴的資料 你知道 其實AI不斷地進步 不斷地越做越厲害 靠什麼呢 靠拿好多的資料 最新的資料 最新的資訊 再給你 其實都很害怕 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阿洛蘇娃生 到底幾多年後出現 都很難說 可能已經出現了 可能你已經是 我不知道 你不要痛我多了 流血街 我不是熱 這也是假的 你吃得鹹魚 看得渴 你沒辦法的 你開到AI 頭那麼大 一直都搞AI的時候 就是一班學者 或者一班科學家 玩出來 但現在個個 有得炒 個個走進去 然後CN問題 就是AppleTech 講了出來 大家就要想 那你怎樣呢 最慘的是 它安裝了下去 你不需要付錢 以後不需要付錢 給ChatGPT 不需要訂閱 你都免費用到 我們一起幫ChatGDP訓練 對 沒有辦法的 全部用戶一起幫他 沒辦法 所以我不是說蘋果聰明 他不會說自己開發 我們用你那個 有什麼事可以拔走 有波射出去 有什麼事可以拔走 因為這樣說 其實蘋果一路以來 這麼多人 這麼多年建立的果販 有一件事 它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比起Window 或者其他Gadget的供應商 是最大的優勢 就是它在Cyber Security 是做得非常之好 不論是防毒 或者是個人私隱 其實它是 我自己覺得 仍然是做得最嚴謹的 一間供應商 是啊 都算是 所以它應該就會說 你經常叫我AI 又說我沒有AI 就吵了 已經很厲害了 我現在用它的AI 那它要說清楚 就是說 即是它 用到 用到之餘 它會不會拿到我的資料 它都說不清楚 是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若然它漏得被它 學得厲害了 即是你說 你問Oper 即是蘋果問Oper 會不會演算法 你拿到別人的資料 然後用 那你會不會 不會 他就回答你不會 對 他就說不會 很多逢火場的 沒有的 沒有的 演算完之後便會劈 那你信不信 是 你用得 你玩這個遊戲 你被迫著 沒有辦法 但是這樣 雖然我們不斷罵罵罵 股價跌 我也覺得 未來 9月 10月推出 那部iPhone 16 都是超多人 會 當然 大家都在等 一聽又可以 用Track GPT 不用錢 是啊 因為其實 你好像Samsung出的那部S24 我老婆也出了 你說是不是很多 Track GPT用呢 其實是沒有的 都是收拾相 講電話 好實話說功能 我可以 但就不是現在Track GPT用的 就是我給一些東西 他彈出一些東西 好實話說 現在我兒子中學 都正在用Track GPT 學校正在教 教是因為他怎樣用 是啊 我的女兒也是 他教他怎樣用 這個東西是 你沒有抗拒一定要用的 即是你現在教了 你怎樣用都還好 那我還是亂用的 但到最後都要亂用的 但現在不是用用的問題 是私隱的問題 是啊 有人有沒有辦法解決 私隱解決不了 私隱解決不了 因為你扔了上去 讓他玩 是啊 其實他玩完的東西 就是他的學習能力 是啊 基本上已經是他吃了 但是變成Samsung那個 沒有學習能力 在我眼中 在我使用者手中 我覺得他沒有學習能力 但是若蘋果 根據他昨天說的那個 其實他有學習能力 所以其實那個範疇不同 很差 很誇張 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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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想買甚麼 他已經會知道 這個銀行面 可能是喜歡甚麼 或是越多人 一直在收集 一直在修習 一直學了 但是這個本身是AI的財經 你AI也是想學習你的東西,讓你方便 要厲害一點,什麼都解決 現在有個私隱問題,就是AI學習你的東西 正在溫習AI的人知道你的東西 這是沒得解決的 究竟這個世界,會不會為了自己的私隱 而不用Apple呢? 我相信不會 但最多不開這個功能,你猜到 行不行? 但不開這個功能,你卻沒有收縮 你又不覺得不承認 你其實要展示給別人看,有沒有16 你看我問一句他就回答他 就是這樣 那些很難用 所以整整一下你都會有這個AI 這個地球行動AI你就預料了 沒錯 你就預料了 所以我覺得一游,它是由零沒有變游 一游,我只覺得它的銷量應該會大增 當然 照計 除非它是好像在行一些AI電腦 是 我是AI,這個是賣給你,就是你的兒子 你自己照大它 是的,我的東西我就不會跟其他分享 除非我是這樣走 如果是這樣 不會,那個不是AI 這個可能它訓練到某個地步 就給你去照 Nanofo的電腦也是自己照的 是的 就是自己照的 就是它安裝了下去 你就不需要 Offline也可以叫它幫忙做任何作業的操作系統 這個就反而不是太害怕 相對 會不會這樣走呢? 不會 因為你始終 你Offline而已 你始終都會上WiFi 一上WiFi 你又是走去大海 吃了不知道 因為你是要靠AI怎麼幫到你 因為它學了很多東西 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有孤獨 你要電腦把鬼嗎? 還有去檢查GPG4.0 日後它又會升級 我有檢查GPG5.0 6.0 你合不升級 難道你不升級 你一升級 其實你貢獻了很多知識給它 所以文心一言最好 文心一年怎麼學都不厲害嗎? 它不用你厲害 有什麼最好呢? 文心一言的癥結就是 告訴你你不要學什麼 你不要知道 你不要想那麼多東西 這樣嘛 那就最好了 是不是? 所以全世界用文心 一個文心一言就夠了 那我不知道 或者他學了就可能 他走一些灰色地 我給你一點點提示 那些 一看文心一言就是外國的東西 所以不會走灰色地帶 我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蘋果機合文心一言 究竟發出什麼東西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真的差很遠 但我看百度的業績 它說和Samsung合作 搞AI機 它沒有說明是哪一部 現在Samsung只有一部AI機 所以我就懷疑SR4 應該是和文心一言 全部牌子都會的 現在針對AI市場 是專門做一個中國版的手機 沒有的 你文心一言是不同的 是乖 乖一點的 你在checkGPT 怎麼問東西都沒有 有時候大陸都有些敏感 有些問多個五個 問多個五次 馬上敲門 為什麼在問 國內人自然就不是問 就是用文心一言就不是 你貪玩 哦 那貪玩就值得死了 你試試一下 貪玩不停問 公安就敲門口了 你不要隨便放下電話 不是 不是 幫你問 所以這個 全世界統一行文心一言就最好了 最好了 不要問 什麼都不要問 沒有的 國內人用文心一言 主要都是一些操作系統 那些 收拾一下相 收拾一下相 畫一下 算一下語言 是的 翻譯一下 你試試整天收拾那些相 收拾一些不應該收拾的相 都是有人敲門問你的 不是 為什麼你整部手機都是那些相 去收拾的 不是的 其實一樣的 我覺得都是慣與不慣 正如你用iPhone 在國內 那你都不是用Apple Pay 不是微信支付 你都是用慣的 即是每個國家不同 不同規矩 那你就customize 不同文化 對 就是customize 我又不相信 叫犧牲了中國市場 那是不可以的 他一定不會 他之前都跟大學談了 用文心一言 他可能會叫文心一言 你不要跟ChatGVT差那麼遠 那你又不能問 這些問題就不能問 我又不能買便宜 那你們來教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教不懂 那一個問題是定價 你明白嗎 即是文心一言 很多人都答不到你 人家ChatGVT就答到你 但你的定價又一樣這麼貴 你總有一天 什麼 你想問 你不再問那些就可以了 那你問我 我不知道人家可以問 我直接沒有這個問題就可以了 啊 你就是遲了十四億人 就沒有那些問題的 那不問便可以了 嗯 你現在就是 為什麼不問得 有些有些敏感 為什麼不問得 有些不說得 當你知道 你沒有這個東西的 沒有這件事的 是 那就可以了 全世界都知道 有些東西不能說 不問得 就可以了 啊 不要在手痕地問 首先問文心一言 有些什麼不說得 你列出來了 他會回答你的 哈哈 沒有東西不能說得 哈哈哈哈 都挺喜歡說謊 真的很難搞的 不管了 到時才算 這個世界一走的AI 就會有很多尷尬的位置 是啊 再看看Eon Mars 會不會在晚上再炮轟他 你只要剛好才出 但怎樣也好 蘋果都上高位了 他大血 不知道是不是大血了 瑞昇 又抽了高 是啊 其實只要想 他是不是好賣 將會下一部機好賣 嗯 你就應該懂得炒了 是 應該都好賣 我也覺得應該好賣 那當然是瑞昇 但不是每隻都可以 1415散散下來 一堆東西是無關的 只有2018可以 是啊 2382全部都不行 2382 285明明 啊? 染藍了 今天 因為他染藍 就這樣 沒關係 星期五開始隊了 一染藍就死了 一染藍就見頂了 古一藍駕辯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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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染藍就殘 那是定律 真是慘 是啊 寧願你不要搞我 是不是 是 藍子公司真的不要搞我 入什麼 成分館不用啊 一入這樣 沒有東西 基本因素沒有變過的 他繼續在蘋果供應院裡面 對啊 都要這樣 你染藍 真是 我都不想的 我都是坐在那裡 突然間收到信 你染藍了 恭喜你 是啊 或者他都不想 其實恒指服務公司 有一個反駁機制 我不入都不行 反駁隊 反駁隊 我不入 是啊 你太極權了 我不入 大哥 我正在升級 是啊 你不要這樣 是啊 你古災的時候才被我入 大哥 你正在升級 很可憐 人家好地地 可以拒絕染藍嗎 是 應該可以 如果不是我退市 哈哈 專創仔 創業板 是啊 專創業板 你真是生氣 真的專創業板 我化創業板 適合我 對呀 大大隻 700多億市值 我鑽著創業板 這樣 隨便放進去 真是 一放進去就炸下來 真是 三十七元變成三十四元 好了 今天差不多了 那我講到那麼多 謝謝Jayson 下個月再見你 拜拜 我們會有更多的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項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該不負責 同時 RekaFinance所提供之 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 招攬 邀請 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身術 或訂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餘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ka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Reka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kaFinance立場 選擇